近日,正值暑期位于丝绸之路西端的甘肃敦煌迎来了旅游高峰期 在明沙山月牙全景区,夏日沙漠中的驼队长龙和沙丘上随处可见的敦煌飞天也在网络上火出了圈 茫茫沙海中,大漠驼队宛如长龙在沙山中往返穿梭 生生驼龄,仿佛穿越回千年前的四路古道 在沙山的另一侧,精致典雅的飞天彩衣,复古名艳的古代妆容 各色古装服饰为沧茫沙海增添了无限色彩 那么航拍视角下沙漠深处的驼队有多壮观呢 凌晨四点就开工的飞天旅拍究竟有多火爆呢 记者前往实地一谈究竟 今年刚一进入七月份就感觉已经比往年旧人就多起来了 我们一般带队都是按五分一队一队带队 然后从这边上山拽一圈下来 大概是四十分钟到一个小时这样的时间 主要是我们这工作时间比较长嘛 你看早晨五点我们就得准备骆驼 晚上九点多才把骆驼拉回家 我比骆驼走得多 骆驼下来我们有备骆驼的 骆驼回休息一会儿 我们拉着那一队再上去 有着八年工作经验的领驼人刘平介绍说 由于敦煌白天气温较高 主要客流量集中在上午和傍晚 不少游客在体验骆驼骑行的过程中 还会咨询有关明沙山和骆驼的小知识 他都会热情解答 就比如说一般都是问一下骆驼嘛 骆驼的话我们骆驼身上有那个十二生肖的特征嘛 比如它的兔虫啊 最显示的地方是兔虫嘛 完了就是那个牛角啊 蛇眼啊这一块 一不多了我还说不上 据了解 今年敦煌涌涌现出近百家旅拍店 主打代表敦煌文化的飞天装造 记者在明沙山上看到 长长的一侧山峰上站满了正在拍照的飞天仙子 摄影师到明沙山上一般不下来 只有中午最热的时候才能松一口气 身着不同服饰的仙子们 在摄影师的指导下 也成为沙海中的一道特色风景线 如果说真正的开始忙的话是从七月头 最忙忙的好像从早上一开始 就像比如说今天早上我们四点就已经开始有约了 然后从早上四点就一直忙 忙到大概中午十一二点 因为十一二点的话天气热的话 大家已经进不去了 里面温度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 然后又从下午的四点开始忙 忙到晚上的八点半 普遍的话还是以飞天为主 像飞天去其他的地方它是拍不了的 西域的话你如果说是去喀石呀都可以拍 但是唯独飞天只有在敦煌才可以拍 据敦煌市文旅局最新统计 包括墨高窟 明沙山 月牙群等敦煌六大景区在内 敦煌市近年已累计接待280万人次 相比2019年同期增长40.79% 每天早上的六点半是我们景区的一个入园高峰期 您来了可以看到大漠日出 下午的五点是我们的一个入园的高峰期 可以看到这个明沙山和月牙群的这个日落 景区为保证大客流的这个接待工作 做了重复的准备工作 增加了观光车 增加了环卫工人 同时对整个园区的设施设备进行了安全维护 延延夏日 近40摄氏度的高温 依然没有阻挡游客对敦煌旅游的热情 当地官方也采取新开加密航线航班 加强景区客流有序导流 增加旅游服务设施 加强文旅市场监管等措施 有效应对旅游高峰 为游客提供优质服务